假設您的程式都寫完了 您可以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鏈子 但是記得齁 程式要先停止一下 就是你先停止 不要執行 那你要產生這個鏈子 這樣就會產生你獨立的唯一的王子 在這裡 但是你這邊是沒有辦法直接複製 你就先按確定就好了 因為上面這裡已經改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摳的是上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等於跟這裡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這個訊息你沒辦法直接call 所以你只按確定 這樣子你給學生的時候 就給這個網址他就可以進去看了 所以您看我簡報上面這裡的 這些我都有把那個 分享的網址 比如說我在這個 我就拿來轉角度 有沒有看到demo的 這樣點進去 那我的馬達那些設定 有沒有機目在 我的這個是不是也在 這樣就可以一起來玩 所以他也可以做蠻多東西的 雖然原件我必須說 真的還不是很完整 可是還是可以玩 還是可以玩 像這樣子的話我就會搭配這個 這個 以這個來講我是搭配我們這個 角度的 對這個 所以按下去 我看一下 輸入 應該會跳出一個訊息 應該會跳出一個訊息 沒有 沒有 是原本的 有錯嗎 這裡原本的模擬器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就是他一樣可以用 等一下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從這邊老師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這些原件就會留著 這樣您的範例也會留下來 那我這邊順便再demo一下 其實呢這個模擬器 雖然看起來是模擬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也可以跟真的玩在一起 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在閃那邊也在閃 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是透過手 不過我們現在網路速度比較慢 我現在是不是真的透過Wi-Fi 連到我的裝置 對不對 那個是智慧插座嗎 那看 那老師可以那個 對對對 零可以 有沒有那邊就在閃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是可以像這樣玩 當然局部可以這樣玩 也就是說模擬器部分 畢竟還是只有一部分 所以我上面有原件 我就可以跟實體一起這樣玩 這也蠻好玩的 好那就給老師先試看看 看到